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不堪言 出现了肛门骚痒的原因是有哪些呢 首先是外界的刺激 内裤以及擦变时的手指等等这些摩擦 还有炎热的夏季 肛中皮肤容易出汗 汗液对肛周皮肤的刺激等等这些都可以导致肛门的骚痒 那么第二呢 肛周卫生护理不到位 那么肛周呢 我们知道肛周皮肤呢 有很多皱褶 那么排便以后呢 如果清理不当 那么不能及时清理 那么容易呢 有细菌的一个滋生 也会刺激肛周的皮肤而办法有肛门的骚痒 第三呢 肛周的一些皮肤的疾患 比如肛门的湿疹 神经性皮炎 还有肛周的一些选和各种的油等等 这些呢 都会刺激肛周皮肤而引发肛门骚痒 第四呢 肛门直肠疾病 有很多肛门直肠疾病呢 也会引起肛门骚痒 比如一些肛裂 痣 肛漏和肛乳头瘤等等 这些疾病呢 都会导致肛周的一个分泌物增加 刺激肛周皮肤而引发肛门骚痒 那么第五呢 还有一些情况 就是肛 肠道的寄生虫 那么也会很多肠道的寄生虫 尽管现在这种寄生虫的一些疾患的会越来越少 但是也有个别的寄生虫患者会出现有严重的肛门骚痒